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台积电月前举办的六月股东会上有股东提问称 海外设厂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技术机密外流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直接回答不会 魏哲嘉表示台积电的技术是一万名研发工程师的工作成果 再加上大约相同人数的生产线工程师精进 如果这么容易被偷走台积电就不会有今日的局面 魏哲嘉透露台积电的技术研发出来后 先放到母厂Modern5也就是接收研发成果的生产线 再继续努力半年到一年进阶到大量生产阶段 他提到外界对于上述过程中所需要的努力可能很难想象 生产线大约要派四五百人到新竹学习 另外还要派两三百人去帮忙制成设置 现在技术精进 这不是派一个人十个人或一百个人就能偷取 魏哲嘉强调 有信心台积电在全球各地设置工厂后 能确保技术不会外流或泄密 魏哲嘉也在股东会后提到 台积电前往某地设厂的考量 第一是必须要有客户在那里 再加上当地政府对其和善有相关补助 三星电子作为台积电最大的竞争对手 近日发表的财报显示 其半导体部门今年第一季度营收为25.1兆韩元 较上一季度下滑17% 与此同时台积电第一季度营收同比大幅增长42% 达到8393.5亿新台币约合38.82兆韩元 由此两家企业之间的季度营收差距已超过10兆韩元 据悉三星电子装置解决方案 DS部门营收下滑主要受到半导体出口管制等因素影响 导致用于AI晶片的高频宽记忆体HBM销售下滑 作为HBM市场的后来者 三星目前尚未进入回答NVIDIA供应链 这使其HBM业务未能有效提振整体业绩 相比之下台积电业绩表现亮眼 主要得益于AI需求强劲 以及处于关税考量而进行的晶片库存积累 三星证券研究员文具浩指出 尽管台积电智慧型手机业务进入淡季 但高效能运算HPC业务的增长成功弥补了这一影响 从历史数据看 三星曾在2021年超越英特尔 成为全球半导体营收榜首 但随着记忆体市场 自2022年第三季度起趋于疲软 台积电开始反超三星 虽然三星在去年第二季度短暂重夺领先地位 但随着AI半导体市场快速增长 台积电自第三季度起再次领先 且差距不断扩大 从去年第三季度的约3兆韩元 到第四季度的8兆韩元 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0兆韩元以上 证券行业预测 三星DS部门今年第二季度 营收有望回升至28至30兆韩元 主要原因是第一季度业绩触底 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实施前的传统晶片需求回暖 然而台积电已发表第二季度 营收预期为284亿至292亿美元 折合约39至40兆韩元 较三星预期仍高出约10兆韩元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表示 今年全年营收以美元计算预计增长20%中断水平 AI相关需求将持续强劲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三星是涵盖记忆体与非记忆体的综合型半导体企业 而台积电仅专注晶圆代工业务 两者在业务结构上存在差异 但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共同具有高度影响力 并在代工领域直接竞争 因此营收第一的地位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从目前趋势来看 两家企业的营收差距在短期内恐难缩小 在此背景之下 据韩国媒体FN News报道 三星电子为了强化晶圆代工业务的竞争力 已经聘请了台积电前高管Margaret Hahn 担任北美晶圆代工业务的负责人 过去Margaret Hahn曾在台积电任职长达21年 随后转债英特尔及恩智普等半导体大厂 报道称 三星此举被视为强化应对美国客户的能力 同时提升北美订单竞争力 更代表公司加强美国制造的政策方针 预计Margaret Hahn未来将提三星争取新订单 特别是在三星与德克萨斯州 投资170亿美元 兴建大型生产基地之后 非常需要北美客户的支持 另外此次人事变动 似乎也代表三星拯救晶圆代工业务的决心 甚至不惜从竞争对手引进人才 三星会长李在荣 此前也在高层培训会议上提到 无论国籍或性别 都要招募比经营团队更优秀的人才 必要时还要进行人事调整 根据领营讯息显示 Margaret Hahn于2000年1月进入台积电 直到2021年6月才离职 随后跳槽至英特尔 担任全球外部制造采购和供应商 管理高级总监 但只待了一年多就离开 2022年7月 接下恩质浦NXP的副总裁 今年3月被三星挖角 无独有偶 台积电的大客户辉达 也正以丰厚的薪酬待遇 吸引工程师填补关键职位 并推动其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 据报道 辉达从台积电挖走的高级工程师的年薪目标 因为550万元新台币 折合18.5万美元 但潜在员工 也会关注台湾科技员工的传统年终奖金 以及一些令人羡慕的股票期权 辉达有望在台湾 开设第二个研发中心 辉达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来充分利用这座新中心 而这笔资金成本不菲 台湾媒体措辞激烈 暗示辉达抢人 但在其他地方还使用了商业化的说法解释 去年 辉达用高薪从业内挖人 由于研发扩张计划 辉达必须继续加快 招聘更多技术工程师的步伐 截至目前 辉达招聘网站在台湾 有97个职位空缺 辉达为挖走或留住台积电高级工程师 开出550万元新台币 约合18.5万美元的年薪 消息人士暗示 对于一位可能只有两三年经验的工程师来说 300万新台币 约合10万美元的年薪 并不难 最后 同样重要的是 一位刚从学校毕业 加入辉达的硕士研究生工程师 应该可以拿到 150万至200万元新台币 约合5万至8.3万美元的年薪 虽然这些薪水可能看起来很低 具体取决于员工居住的地方 另外 台湾科技员工传统上 可获得非常丰厚的年终奖金 以及可能获得的丰厚股票期权 Nambio数据显示 台湾的生活成本 不含房租的话 比美国低24.9% 如果算上房租 则低37.9% 总体来看 三星和辉达 为了各自的晶片技术提升 都开始大规模挖走台积电的工程师与高管 对于台积电而言 或许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全球半导体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以辉达为代表的 AI晶片市场的需求变化 成为影响企业营收的关键因素 未来 三星和台积电 在AI领域的布局和表现 将进一步决定 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